大家好,14年中马天人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夏卡尔人肉眼 所谓的肉眼,这是圣经里的伊甸 圣经里叫上帝创造人类有福建 男人叫亚当努力叫下郎 他们严重是在伊甸人里过的幸福 无用无力的生活 有一天他们遭到蛇的游户 吃了会让人分辨善恶的果子 娘们将有了羞耻之心 恨并怕他们也把伊甸人里生长 树的果子也吃了 他们养人将会永生不死 也是圣地派遣天使将亚当与夏娃 搬出电影 并处罚亚当只能靠自己努力生活 才能获得生活的安理 夏娃也必须遭受到生安的痛苦 他们后盖生生世世世都必须这样的生命 现在心里正在眼睛瞧一瞧 这张歌里是不是有好多动物呢 可是不管怎么看 这些动物都与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都不一样 夏卡尔人仔细描绘出这个故事的内容 并充满想尽力的角度 画出电影里有惊喜不少 让整个画面更能镇压 神秘与虚幻的角度 还有夏卡尔 夏卡尔也把自己给画上 你找到这些地方在哪里吗